今天,邓超在微博上晒出爆炸头,这鸡窝头真是不忍之事,皮肤有黑,眼神呆滞,和街头的乞丐还真没两样,于是粉丝群动,人气爆棚,有网友称,一家四口,属你最丑。 而10月14日,邓超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与朋友的聊天截图,并留言,我会暂时保持沉默的,截图中,超哥问朋友道为什么粉丝都说我丑,并把这张爆炸头发给朋友,朋友看后立马转移话题,无奈超哥继续问道,是不是因为发型,他们都说我被雷劈啊,于是要求对方给他劈个发型,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发型,美与丑,小编不说,您自己看吧。 此微博一出,网友纷纷为官并留言,超哥您太逗了,哈哈笑死我了,也有网友留言称,超哥,丑得无法直视呀,该吃药了,超哥,娘娘该赏你,一丈红了。 近日,邓超在微博上晒出爆炸头,这鸡窝头真是不忍之事,皮肤有黑,眼神呆滞,和街头的乞丐还真没两样,于是粉丝群动,人气爆棚。 有网友称,一家四口,属你最丑。 而10月14日,邓超突然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与朋友的聊天截图,并留言,我会暂时保持沉默的。 截图中,超哥问朋友道为什么粉丝都说我丑,并把这张爆炸头发给朋友,朋友看后立马转移话题。 无奈超哥继续问道,是不是因为发型,他们都说我被雷劈啊,于是要求对方给他劈个发型,于是就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发型。 美与丑,小编不说,您自己看吧。 此微博一出,网友纷纷为官并留言,超哥您太逗了,哈哈笑死我了。 也有网友留言称,超哥,丑得无法直视呀,该吃药了。 超哥,娘娘该赏你,一丈红了。 至于 Troblemaker